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恒生指数跌了25% 台湾加权指数跌了27% 韩国指数也跌了25% 新加坡指数跌了21% 这使到很多投资的朋友似乎都已经放弃了股票 不玩也不看了 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跌幅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而不是一个危机 今天可能我解释两点为什么 首先第一就是大家必须了解我们的这个股市 为什么从4月跌到现在 股票大跌 其实不是因为这个经济不好 其实美国的经济都非常的好 上个星期五的4月率报告 大家明显可以看得到 已经达到了5.1% 这是我们这6年来最低的一个4月率的一个数字 在2007年当这个美国的经济在最高峰的时候 4月率其实是在4.6% 其实我们离这个4.6%已经很靠近了 美国现在的经济其实好的很 但是大跌的原因 我觉得纯粹就是因为全世界对这个利率要上升 保持一个非常担心的一个态度 那很多投资投资家可能在等待 利率有一个更明确的答案才在进场 早在4月份的时候 我们可以留意到这个国际热钱都离开了高风险的投资 到了一个低风险的投资的资产 那股票和大众商品都属于我叫做高风险的投资 因此两个都大掉 那当时候的这个中国指数也是非常高了 所以因此也是掉的很深 我觉得国际基金都在等待这个9月 看这个联储局如何决定 那我觉得这一次9月16号 就是下个星期 那这个联储局会议相当的重要 如果大家可以就要留意 我觉得如果联储局这一次可以明确让我们知道利率的走势 那股市的信心可能就会恢复 第二点 我觉得大家必须了解的是 我们还是在一个大纽市当中 现在的利率还保持一个低点 只要利率还是低的 我们还是在一个纽市 那我们不会就是选择把这个钱放在银行 钱一直都在市场流动 既然有风险的股票已经掉了20%到25% 我觉得只要利率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这钱就会回来 那股市我觉得就会恢复 对 好的那本地市场又怎么说呢 今天下跌了1.41% 爆2887点或跌了40点了 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国际评级机构目的啊 也包括了我们一些银行啊 都把我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 大幅调低到2%以下 所以接下来呢 这个经济的表现 然后呢跟这个股市的表现 你怎么看呢 嗯对 那我是觉得新加坡的这个股市 可能跟我们新加坡的这个经济 没有什么挂钩 倒是我们要看一下这个美国 到底现在的环境是如何 这一次的大调 纯粹是因为这个国际上的这个指数 都掉了20%到25% 跟本地的这个经济数字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当然从技术图表分析来讲 这个海峡指数2840点 是一个相当强的一个支持 那我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非常低的一个点位 那最近从这个点位真的有反弹 现在我们的海峡指数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便宜 但是可能大家 必须在这个9月 关注两个事情 第一个就是我们本地的大选 还有第二个就是这个 美国的联储局的会议 它会决定这个利率会不会上升 那我觉得如果这一次 新加坡的大选结果 没有什么重大的改变 那如果这个耶伦在9月16号 可以给我们更明确的这个利率方案 我相信股市就会恢复 到时候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我鼓励现在 从现在开始就做好功课 那如果这个指数反弹 当然我觉得有一个领域大家可以留意的 就是银行领域 毕竟它已经掉了相当多了 那上证指数又怎么说呢 今天也是往下滑的 目前跌了大概1% 今天的最低点是3178 目前是3211 嗯对 那虽然今天跌了1% 但是从这几天的表现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上证指数一直都在2900点到3200点之间徘徊 那去年在这个秋八的采访中 我有提过中国的股市 其实6月可能会大掉 那结果真的发生了 发生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中国股市 其实跑了太快 必须休息等待这个经济好转 现在中国的经济其实还是不好的 那我们现在的中国股市 其实就是在牛市的第二个阶段 但是不是在一个熊市当中 现在我们反而判断这个中国股市是一个进场的好机会 如果你投资这个中国股票的话 就必须放长线有耐心 那我觉得中国政府现在一直都还在刺激经济和股市 利率一直在下滑 中国一直都在还在印钞票 那总有一天我觉得这个会有效果的 这个经济会恢复 但是我觉得千万不要等到 当时候如果股市回到这个5000点才买 就太迟了 大家请记得 买股票一定是买低卖高 那我觉得现在就是在一个比较低的状态了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Daniel Lowe 投资故事古文语道师 那洛伟松来到我们节目中呢 给我们做的分析啊 当然要再次提醒所有的投资者 分析师提供的建议仅供参考 每一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都不一样啊 所以还是要谨慎的做好你的功课 谨慎的做出你的投资决定 谢谢伟松 958彩晶新闻是由MoneyMac赛给您 谢谢